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GWM Harvard H6 HEV 正式在马来西亚开放Booking了 卖你14万5千块 电池完地8年或者100万公里 这款车性能又好又环保 简直一个字 平凉凉 现在要Booking的话 只需要你的1000块定金 立刻就可以获得3000块的 Discount 等什么 刚刚我们讲的Hybrid Battery Volanty 8年或者100万公里 没有错 是100万公里 它的Engine Volanty 是10年 然后也是100万公里 包括它的 Gearbox 还有它的电子系统 总之不用担心它的 Maintenance 买一辆Hava H6 HEV 生活简单又容易 这不是一辆普通的SUV 它是连续12年的中国最畅销的HUV 不要开玩笑 全球卖了400万辆 玩玩哪里为 它用了全新的DHT技术 能够实现油和电的完美结合 加起来简直又是一个字 Soon 所以这辆车它的油耗低动力 还很环保 简直就是Modak 顶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辆GWM Hava H6 HEV 将成为GWM 马来西亚的首款本地主装的车 就是讲它的Quality 和它的价格肯定漂亮 现在这款SUV 已经在马来西亚的每个角落 的Show room 都可以看到了 不要买也快点去看看 不要讲我没有告诉你们 GWM 马来西亚将在9月举办一系列的热秀 从Seramban 到 Johor 再到 Binang 又飞到 Sarawak 再回到 KL 很像巡回演唱会这样子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他们的Show room 看那个车 然后讲我的名字可能会有Discount 第二则新闻 2025 年的 Perudua Myvi 国名神车 Target 明年4月会Launch 了 可能会有Hybrid 的Variant 但是为什么不出Turbo 国名神车如果有Turbo 我Angus 跟你 confirm 其他车不用卖了的 它的NA版本会继续用这里1.5的Lenjin 动力表现和现在的Myvi 差不多一样 和WiOS 也是很接近 都是106PS Hybrid 的Variant 应该会和Yaris Cross 的1.5L Hybrid Leber 苦让 因为有Hybrid 的加持 所以Pickup 肯定会快 然后又给你这个DNG Air 的Platform 这辆Myvi Confirm 跑得快又稳 更够力的来了 这个代号P01A 的 EV 版Myvi 之前有人跟我讲 它有50kW 的这个Battery 400km 的Range 又支持DC Fast Charge 20分钟它的Battery可以Charge它80% 其他的EV车应该可以收皮了的 国名神车Myvi EV 一旦出来了 Fast Lane 肯定都是这辆车了的 这次Myvi 系列里面 Peluda 真的是塞浪了 DNG Air perform 下去 空间又更大 然后安全配置又给你升级到够够力 再卖你10万令吉以下 现在你们可以开始存钱了 不要想那么多 那我这样子看 这辆国名神车一出来 不用 Turbo 了 EV 直接打包完其他 EV 车 Uncle Andy 你们准备一下 买给你们的宝贝孩子吧 那第三则新闻啊 这个 Toyota Race 在Latin 的 End Cap 测试中打爆了 只是一粒小猩猩罢了 这个最新的测试结果出来啦 这个可怜的一粒小猩猩一出来就轰动了整个市场 但是Race 在 Asian 的 End Cap 表现又达到了五星 什么鬼哦 补中力下啦 这辆Race 就是我们的 Ativa 三车啦 在 Latin 的 End Cap 的 Adopt 成员保护测试中 这个 Race 只是拿到 23.31% 的分数 真的是出乎意料 这么低的分数就是讲 一旦有什么 Touchwood 的事情发生 里面的人可能就是九死一生 然后我们再看看儿童保护的评分 不要玩了 只有 10.65 分 这就是讲啦 这辆车有什么冬瓜豆腐啊 全部人就加三岁了 还没有讲完的就是 这个 Race 的 Safety System 方面 得分也不是讲很及格啦 40多分罢了 这辆 Race 在 Latin 的 End Cap 和 Asian 的 End Cap 的成绩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一星和五星呢 这个 Asian End Cap 的报告 Race 在 Adopt 成员保护方面的分数 就高达 86.93 分 然后这儿童成员保护也有 84.75 的 到底哪一个才是准确的呢 那问题就来了啦 为什么一样的东西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End Cap 中有这样大的差别 我听讲是两个市场的车配置就不一样了 在东南亚市场这个 Race 配置了更多的安全辅助系统 还有更多的 Airbag 这些配置对车辆的安全性就会有大大的提升 所以它在 Asian End Cap 中才会拿到五星的 结果这个 Latin End Cap 的这个 毅力小星星出来啊 直接给这辆 Race 一个 critical hit 有人讲啦 Toyota 是不是给 Latin End Cap 送了一个淘宝版还是 Termo 版的 Race 不可能是 Shopee 或者 Lazada 嘛 因为 Shopee Lazada 只是东南亚罢了啦 那这辆 Race 的外形呢 时尚得来啦 又很像 Adiva 这样子 价格清明的啦 又很像 Myvi 这样哦 但是不用想那么多啊 这辆车肯定不会进来马来西亚的 所以一星对你们没有影响 Pluto Adiva 没有任何的测试里面哪一星呢 不要乱啊 这辆 Race 的小星星啊 听听就好啦 第四则新闻啊 2025 年的这辆 Wovo XC90 呢 正式发布了 一样也是只是有 Hybrid 的 Variant 罢了啦 这辆豪华的 SUV 有一点点的 FaceShip 还有它的 Technology 也是有一点点的 Update Wovo 依然是那个追求环保的 Wovo 2025 年的这辆 XC90 在外观设计上 就延续了 Wovo 一贯的简验风格 但是在细节上面就有一点不一样啦 车身尺寸还是那么大尺寸自己看 然后前面的 Salon 还有它的车灯是新的设计了 后面的尾灯 LED 也是新的设计 同样也是 20 寸的 Rip 整辆车看起来就更加的高贵了啦 那 2025 年的这辆 XC90 啊 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动力系统还有它的 Update 只有 Hybrid 罢了啦 但是 Wovo 还没有公布它的动力数据 所以我们先参考一下外国的 这个 T8 Recharge 这个 PHEV 呢 用这一粒 2.04 缸 Turbo 引擎啊 再加那粒 Battery 呢 一起发工的时候就给你 455 HP 709 牛米 只是用电啊可以走 53 km 买给妈妈家去买菜呢完全都不用打油 然后这辆车呢 0 百只是要你的 5.4 秒啦 又有力又升油 另外这个 B6 轻度 Hybrid 版本呢 同样也是 2.0 的 Engine 但是只有 300 HP 还有 420 牛米 主要这个 Variant 呢 是给那种没有 Budget 买 T8 的消费者买的啦 所以听 Angus 讲凡是买车不用小了 直接买那个最贵的那个 Variant 就是了 来到科技方面啊 一样也是全部都是 Screen 啊 然后还有一块 12.3 英寸的 Infodemon Screen 也是用 Google OS 的 有知识 Google Map 啊 Google Assistant 那些啊 然后那些安全辅助叻 Werbo 一直以来都是很有诚意的 什么都给了你的 所以马来西亚的 Werbo 粉 可以期待一下这款 Facelift 的 XC90 啦 差不多要进来了的 我觉得这辆车啦会超过 40 万令吉 不是很便宜 但是 Werbo 就是 Werbo 嘛 价钱和车一样一个字硬 第五则行为啦最后一则 就是上次 BYD 跑出来 现在 BYD 又来个 Shark 哦 欧洲版本的价格啦 听讲是 68 千欧元啦 也就是我们的 200 千起跳 为什么 BYD 全部车款啊 都是海洋动物的 如果下一次 BYD 出一个 Salmon 的话 我一定买 我讲的 这辆 2025 年的鲨鱼啊 不是 EV 它是 Hybrid 而且鲨鱼居然是一辆 Pick Up Truck 这条鲨鱼呢 用这一粒 1.5 升的 Turbo 4 Cylinder 的 Engine 再加两粒 Battery 前面的 Battery 给你 170kW 也就是 228 HP 啦 然后 310 牛米啊 后面的 Battery 就给你 150kW 也就是 201 HP 还有 340 牛米 加起来就是 320kW 也就是 429 HP 啦 有没有搞错啊 鲨鱼竟然不够海炮快 那这条鲨鱼的 0 百加速啊 只是要你的 5.7 秒啦 Hybrid 车里面算快了的啦 这条鲨鱼的 29.6kW 的电池组叻 存电模式下可以行驶 100 多公里啦 多过温温叻刚刚那样 油电一起用啊 可以走 840 公里啊 平均每百公里的 7.5L 的水平叻 你们觉得这条鲨鱼怎样? 这条鲨鱼的电动机呢 负责驱动前后轮啊 Engine 是负责驱动前轮 然后这个设计啊 是确保这条鲨鱼 在任何驾驶条件下面啊 都可以游得快 还有这条鲨鱼就是哦 它可以拖 2500kg 的东西在后面 可以拖东西的鲨鱼 你们看过嘛 这条鲨鱼真的不简单啊 它用了比亚迪独家的这个刀片电池技术啊 听讲啊 这个电池比 Tesla 的还要安全啊 不会火烧的 而且它的续航能力也是棒棒的 总结来讲呢 这条鲨鱼的外表就很强悍啊 内在也是科技满满的 很多高科技啦 很像那些大大的Screen啊 那种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 还有全景天窗 真的咩? pick up truck 来的哦 那这条鲨鱼呢 在欧洲就 launch 了啦 应该是在欧洲啦 不是很流行这种 EV 车 所以它们就是 hybrid 咯 没有办法嘛 它们又要供这个国际市场 什么海洋生物都出完来的哦 但是啊 通常这种 pick up truck 在马来西亚啦 都是拿来出用的 如果这条鲨鱼在马来西亚推出啦 这样高科技的鲨鱼 你们接受到的嘛 OK啦 这个就是本期 360 的内容啦 喜欢的话 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 follow 我 还有 Otto 吗? 记得 IG Tiktok 小红书 我是 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